就在大家认真遵守 主动配合各项防疫措施时 也有人心存侥幸 在核酸检测报告上动起了手脚 近日 葫芦岛北火车站民警在近站口对旅客核酸检测证明进行例行查验时发现 一名男子所持核酸检测电子报告的证明日期 数字字体大小不一致 有明显图改记 这立刻引起了民警的怀疑 核查后 民警确认这名男子出事的核酸检测报告 确系伪造 于是将这名男子带回派出所做进一步处理 经过进一步了解 民警得知 这名男子知道离开葫芦岛市是需要核酸检测阴性报告的 所以才故意将自己2月6日的核酸检测阴性报告日期 图改成了2月11日 你的违法行为涉嫌 使用变造的证明文件 目前 赵某因伪造并使用变造的证明文件 已被锦州铁路警方处以行政拘留处罚 伪造 变造核酸检测报告是一种违法行为 要负法律责任的 疫情防控容不得半点想当然 任何人都不能抱有侥幸心理 更不能给防控工作添乱 我们都应该自觉遵守法律规定 和疫情防控的有关规定 这样才能早日战胜疫情 回归正常生活